会不会是你婆婆发现了你们俩隐婚的状态 把这钱命令她的儿子全部去走 断你的绝路 我觉得 绝位老师 你把这两件事硬性地联系在了一起 你知道吗 我们发现的就是27万没了 我们再揣测呀 我觉得这个女孩的猜测绝对没错 一定是她妈妈在给她安排新的相亲 他们家要找一个豪门跟我们当户队 两大集团强强联手 那么未来我们将登上一个新的生意的巅峰 我们生下的小孩子是一个新的大型集团公司 托拉斯的继承人 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好吗 我就觉得他就把这个钱拿去吃喝玩乐去了 因为他改不了他这个豪门子弟的这种玩的这种心态 那我倒是觉得这个男孩其实可能另有隐情 他没准拿着你这27万去给你俩去买房子去了 偷偷把这房子装修好之后 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怎么可能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是童话看多了小朋友 姑娘我觉得你的一切就要结束了 你老公压根就不想跟你进行这个婚姻生活下去了 所以他不允许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一买就意味着你要向他的父母 来公开你们俩结婚的这件事情 他就不是隐婚了 不可能因为他知道这27万对于女孩来说是全部的所有 当中不光是钱不光是财产而且还是情感 这是我的尊严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有第三个女人的出现呢 他把这个钱拿走给了第三个女人你有考虑过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为零 如果我外头有女人了 我用咱俩的存款干嘛呀 我们家那么多钱呢 所以放心吧 别听他们拿 你老公没事 在这个27万上纠结的时候 其实别忘了 这个男孩子过去也很多的问题 他不敢跟他妈妈去讲 就像你的婚姻一样 不敢跟妈妈去讲 所以你不要相信说这个27万他一定不会拿 27万他一定有他的用处 关键是他后面的压力比这27万还要大 对 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由于刘静的母亲强力反对 秀燕和刘静选择隐婚 可是两年来 辛苦存下的27万 却被丈夫刘静悄悄取走 而秀燕无意中得知 刘静的母亲一直安排他和别的女子相亲 这对隐婚两年的夫妻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刘静和他的母亲会来到现场 接受秀燕的告白吗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来 问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你老公和他妈妈会来吗 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会来 如果你老公真的有了别的女人呢 如果他真的有了别的女人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说法 他是不是真的爱上其他女人了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自己 怎么保护 要回27万 各种赔偿损失 其实是精神上面的 精神上的赔偿和损失 对于他出轨的代价 是吗 对 是的 如果你的丈夫确实没什么 是为母亲所迫 所以呢 这段时间也不归宿 你能原谅他 我能原谅他 而且我也希望我婆婆给我机会 那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开启告白之门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